大家好 欢迎来到BBD解说三国杀 明天就是五一假期了 我也很久没给大家出视频了 这个假期我们放五天假了 然后我利用这个假期多给大家出小视频 现在是凌晨4点23分 明天放假了 然后我就今天专门想给大家录一个比较长的视频 想专门讲一讲孙权局的反贼该怎么选将 该如何选将 而且选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之前讲的都是那个 讲孙权专题已经把孙权主中的打法选将都已经详细的讲过了 今天我就是再讲一讲孙权局的反贼篇吧 算 同时也祝大家五一爹快乐都能玩得开心 首先就是咱们说到孙权局 孙权局反贼一个主题思想是什么 就是瞄主速推主 所以说孙权局的反贼 我一旦强调 就是要能选输出 就是要输出 就是要能瞄主 全能输出 瞄主 就是一个节奏 他和孙策和曹丕主 还有很大区别 孙策曹丕主因为他是存在围观主攻的打法 当然孙权主也可以围观主攻打法 但这不是常见的打法 常见的打法肯定是素描孙权主 这个肯定没有任何疑问的 任何一个主攻他都是有多种打法 但是哪种到底是最常见的 最容易赢的 反贼最容易赢的 那当然就要选择这条路了 对吧 至于选将 我是想结合每个位置 给大家说一说 这个选将到底该怎么选 经常有人选将 反贼选将选的莫名其妙的 最后就输了 稀里糊涂输了 其实你反贼选将选合适了 还是挺容易赢的 经常有人说什么邓爱可以做五号位邓爱法 那不是五号位的孙权局的反贼 说有距离什么什么的 我后来就是为这个问题 我专门数了一下 在五号位能当反贼比邓爱好的 至少有30个到40个以上 非常非常多 咱们今天反正今天放假了 就今天给大家详细讲一讲 然后还有几盘精彩录像 还有还有两玩是今天打的 都特别精彩 一会儿没看录像 咱们先随便随便聊一聊 刘备刘备这个刘备在那个孙权局当反贼 可以出现在任何位置 没有问题 刘备就是一个反贼头子 他当反贼是非常非常强的 像关羽张飞 那肯定是28位反贼非常非常好 另外关羽 关羽做8位反贼是非常非常犀利的 做2位反贼也可以 28位反贼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一点都不差 为什么我说你经常要选合适的选招 不一定说你一定选什么 高富帅武将就一定好 那2号位选个王毅 还真的就不如关羽豪使 另外这里说到一点 就是2号位的反贼 通常要选一些什么 他既能对主攻输出 又能你跳出来稍微有点盹 能扛得住揍 就这种武将就比较好 而8号位反贼我强调是一定要能输出 能给孙权致命一击 一般孙权到最后了 8号位的时候就是状态比较差 你8号位的反贼如果出现了 一定要能给孙权致命一击 另外咱们平常说的顿边法 一是说你稍微耐揍一点 另外一点是你能持续对主攻出杀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持续对主攻造成压力或者伤害 比如你8号位选个董卓 选个操职 就是能让主攻收了连张闪 捏着其他队友杀的时候 他不敢闪 就是这样 就是这两点 不光是要能抗大 一定是要能输出 比如你选个国家 就是因为我可以不留闪 我可以留杀 持续对主攻输出 就是这样的 张飞 张飞也是28位反贼非常好 像这种你就不要再去选 别的位置当反贼 别的位置当反贼 你就选着就是非常不合适 就是这样 诸葛亮 诸葛亮全能武将 诸葛亮当然任何位置当反贼 都没有问题 赵云也是28位 包括SP赵云 马超的话 就是2837位当反贼 都非常好 像这种武将 马超这种武将 你但出现在2378位当反贼 你存活的目的就是 持续对孙权造成 持续对孙权出杀 这是你存活的唯一价值 所以这种武将 不留闪 留杀 因为你想吧 大家如果在一个军争高级场玩 军争场玩 那肯定场上武将 批准马超嘲讽的总的是 所以你存活的唯一目的就是对孙权持续的出杀 所以留杀不留闪 对于这种武将来说 这是你存活的唯一价值 你在前几轮 前三轮能持续每轮对主攻出杀 你就已经完成价值了 你再死也 也没有什么了 就是这样 这种武将也不是后期武将 黄云英的话 当然 当反贼还可以吧 就是你不要二八位去选就可以了 二八位选太脆了 其他位置都还可以 令他紧张有无视距离 找个装备什么还可以 干宁的话 一般前这位反贼会好一点 后这位反贼略差 当然也可以 就是大家一会儿你可以看一下 这是原主当反贼的特别多 哪怕黄云英都比邓爱强 干宁的更不用说了 对吧 宇盟就不要当反贼了 这不说乱 黄盖 黄盖那个 二三七八位反贼还是可以的 可以有的 周瑜 周瑜也是除了二八位 就是这种三血翠平 不要在二八位选反贼 因为孙权他的个人能力太强 我之前也讲过孙权主公 他的个人输入能力太强 你孙权旁边选一个三血小翠平 真的是扛不住揍子 其他位置当反贼都还是可以的 大乔 大乔就是当反贼 那肯定可以了 那八号也明反了 另外大乔 你贴贴主 他还是可以当反贼的 因为他有流离这个技能 陆迅我就不说了 陆迅就不要选了 直接pass 曹操也是 曹操是极具忠诚属性的 因为在军装条件下 一般是不怎么 反贼是不怎么放优异的 这不要选了 司马仪 如果你真的没什么好选将了 也就是28位当个顿面 别的不要选了 反贼没用 因为为什么 就是我之前说的 孙权局反贼就一个目的 输出 速推主 你选子马仪 太脱节奏 反贼孙权局 不要选那种脱节奏的 除非是你那种强控场 强辅助 特别强 你这种脱节奏 根本对孙权前期 造不成伤害的 你说你选个张鹅 对吧 你能偷牌 这也是对孙权造成伤害 偷牌 偷出一装备 你这种就不要选了 孙权你不要打后期 你跟忠诚对换 然后到后期 那是孙权的优势了 夏侯敦也是赠边反 张辽当然神机反贼了 任何位置都可以 张辽是不限任何位置的 徐楚 徐楚这个武将军程下有点弱了 当然就是 二八位反贼还是可以的 八号位反贼好一点 有点弱了 郭佳 郭佳就是我之前说过的 二号位神机反贼 二号位有几个神机反贼 郭佳 曹 批 姜维 就是都是二号位的神机反贼 他在八号位可以 就是比二号位要弱 因为二号位卡OE的效果 明显比八号位强很多 除了二八位反贼 其他的反贼就不要选了 没用 真机的话 真机这武将怎么说呢 当反贼倒是什么位置都还可以 当然远主还是略差一点 可能剑主也好一点 略差 华佳神机反贼 也是一个小反贼头子 当然不要二八位去选 驴部这种武将也是你二八位去选 别的位置不要选 反正 貂蝉 除了二八位以外 其他位置的神机反贼 神机反贼 他 他就是 三血脆皮 我一般就是说 孙前主 反贼 二八位 主要选三血脆皮 就是这样 像你也一样 除了二八位 其他位置都是神机反贼 非常好 王中 魏延 这种都是出现了二八位的反贼 其他位置就不要选了 夏侯渊 夏侯渊 夏侯渊可能 二八位不太好 当反贼 不太好 防御力差 他因为他 一旦是双神速以后 他的防御力会比较差 他出现了远主当反贼 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输出 他在远主为反贼 就是不停对孙前输出 不用估计自己的防御 你反贼和孙前换血 是非常值的 陶仁也就是个针边反贼用 小乔反贼不要去选了 孙前就没用了 反贼一点用都没有 周菜也没用 张角远主为反贼很好 进主不要选了 远主反贼 除了四八八位以外的 反贼挺好的 就是配合队友输出 以及娱乐武将 反正当反贼也可以 娱乐娱乐娱乐 我经常选 但是我不会选二八位去选 其他位置我会选他当反贼 也为你二八位反贼非常好 就选这种 我不怕给你主攻换血 就打你主攻的 就反明了打你主攻的 那巡遇 巡遇我就不多谈 这个不要除了二八位以外 就不要选了 这巡遇就不用多谈了 什么任何位置都是神经反贼 旁统也是 旁统也不限位置 他当顿边反贼也可以 对吧 然后远主他也没有问题 给主攻捆绑下来 其他队友无视距离输出 他的任何位置都是神经反贼 就非常好 沃隆的话偏袖 沃隆的话也是军中下比较弱了 当反贼也勉强可以 就团队做 当然这种武要 我建议大家反贼 还是不要去选 太脱节奏 太脱节奏 那蔡尔茨不多说了 就是神经反贼了 就是输出 肯定非常好 庞德2378位当反贼 还是很不错 其他位置就不要选了 双雄也可以当反贼的 但是我不建议二八位选 袁绍 袁绍他不得谈了 新圈局的名法 反贼中的反贼 反贼都能罢反贼 一旦有袁绍了以后 新圈局的反贼胜率会提升了 当然袁绍一旦出现了 孙天局先手 被主动压制 那是在所难免的 徐晃 2378号位当反贼 还是不错的 曹丕 孙天局名法 而且是神迹反贼 我一会儿给大家 带来拍录像 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我反正是打的 最近打的局限 真的是只要有曹丕当反贼的话 孙权的胜率就会下降很多 曹丕出现在孙天局当反贼 孙权打击真的太大了 二号位的第一反贼 曹丕 其他位者当反贼都是非常好 当然原主当反贼略差一点 因为原主当反贼的话 他只能起到限制度 不能起到对主攻输出度 反贼团队少了一个输出点 而你出现在二八位的话 你除了对主攻有限制 以外还能对主攻输出 这就非常好 这种武将一般他也不用留杀 我留杀就可以了 孙权又顿边反 其他位置不要选了 选上坑爹来了 总贼也是二八位反贼 二八位的神级反贼 其他位置不要选 祝荣也是二八位反贼 其他位置就不要选了 孟霍不要选了 反贼不要选了 没有 贾许是明反 但是贾许由于现在军中条件下 克制贾许的像张和江维 不见是这种又能克制贾许装备 手牌什么的 导致贾许现在虚报起来比较困难 你看就是假如孙权局出现个张和中 这贾许基本就废了 装备起不来 手牌虚不了报 当然就是从正常角度来说 贾许当反贼还可以了 尤其是后置位 七八位还是比较给力的 反正八号位现在选了 就是一般都被主攻上的盲子局很容易降游的 七号位还可以的 远主位的话 当反贼略差 越差越差 当然可以选 鲁肃在孙权局也是反贼 但是我鲁肃我不推荐二八位选 其他位置选反贼都非常好 如果鲁肃出现在四五六号位 那就是神级反贼 非常非常好位选 陶直 陶直二八位反贼 不用说了 其他位置就非常少选了 高顺 高顺 大家如果有的话 在孙权局出现的话 有高顺 不可以选 就是非常非常好的 非常合格的反贼 就是瞄主的 然后有个顺手兵 还能批脸赢了 还能对心权用 非常好 他当忠臣肯定没有太史词好 但是他当反贼要比太史词好 不是比太史词好 他当反贼是跟太史词是一个级别的 非常好 因为你就是针对主攻的 他忠臣属性略差 当反贼非常好 反正军中下真的挺弱的 大家千万不要选 我就基本上不选了 马苏也 都不要选了 吴国泰的话 就是此步幅度型反贼 我个人是不太建议大家去选 因为还是那句话 拖慢孙权局的结构 你一旦孙权局 先手不能压制孙权 速推孙权 打到后期 忠臣和你反贼换的话 就是孙权节奏了 我不建议选 当然可以选 可以选 就是元祖选一个 当打打幅度可以 二八位就不要选了 徐胜 徐胜八位明反 二号位的话不好说 二号位的话 二号位的话其实也偏反 你说上来 真的给你主攻杀你一下 让你翻面了 就你摸四拍 你也挺不爽的 当然二号位你就不要选了 今天二号位反正不要选 他其实徐胜出现的唯一价值 就是八号位当反贼 其他位置都不要选 徐树 徐树怎么说呢 当反贼你没什么好选的 你在元主位 没什么好选的 都是持距离的 就选一个辅助得了 你其实就像吴国泰 徐树这种辅助 就是你的选件框利 比如说你在一个元主位 剩下的都是赵云 董卓什么的 邓爱这种 就是那你就选一个 这种辅助 要是有其他输出 比如高顺太史词 这种成功这种 那你就果然选了一些 就这样 徐树就是钝边反 别的没啥用 方正华也就是二八位反贼 其他的都没什么用 灵桶非常不错 灵桶当反贼 灵桶也是 其实也是个钝边反贼 为卖血 钝边反 就上来比如主攻挂装卖 你直接可以给主攻拆了 他当反贼也可以 也不怎么吃位置 但是也是有点脱节奏 但是他当反贼还是挺不错的 成功吧 成功二八位高下 其他位置都是神级反贼 只要是这种输出的 像这种无时距离输出的 都是非常好的反贼 在宣宣局 元术我就不多说了 书罐 任何位置都可以当反贼 龚生曼 龚生曼是怎么说的 尽量不要选了 没啥用 这些都讲过了 来西兆云就二八位反贼 其他不要选 一分禅 一分禅我的建议 你就二次反贼选 八次也不要选 八次也选 那是个法子 选了就被人揍 二八位反贼非常好 其他位置就不要选了 没啥用 还不如选个 离间禅的其他位置 真的 还是去调整也顺边反 什么包带有他说 服完 服完我们说一下 也是二八位的神级反贼 非常非常好 你二八位就跟 就跟孙权在那 就杀孙权 不停的晒孙权牌 你二八位的反贼 目的是干什么 选个这么四血 就是跟孙权换了 你的牌换他的牌 你就赚 或者你的血换他一排 一排就是赚 怎么都是赚 留鞋 留鞋就是 不要进度小 其他位置当反贼 肯定自不用说的 就非常好的 陈琳也是 这种三角色别 除了二八位 其他位置当反贼 都很好 陈琳这五样偏弱 我不讲 就是非常弱 不要选 没有卡了 这样刷不出来了 张和任何位置都能当反贼 他七八号位是偏中 这个肯定是偏中 但当反贼也没有任何问题 邓爱除了二八位当顿免反 其他位置没用 而且二八位顿免反 还不如国家 曹批 江维 不管这些的 什么关羽 这些的 真的 半天弄 半天弄不出 弄不出张杀 我没人搭理 你要真想选 也就二八位选 其他位置反贼不要选 江维 二八位选 二八位当反贼是 非常非常的犀利 其他位置 三七位非常非常勉强 三七位也有打个低格分 剩下位置当反贼 没用 我给打零分 二八位打一百分 反贼 三七位打六七十分 剩下位置就零分 刘善可以当反贼 刘善 刘善除了二八位 其他位置当反贼都不错 因为反贼一般的话 队友肯定有个强力的 孙策 孙策当顿免反还不错 二八位顿免反还不错的 不留闪 刘善就持续对主攻输出 二八位的反贼的意义 不只是顿免 就是要对主攻不停的输出 二章除了二八位以外的 反贼都可以选 独菜就一个核心 他可以当顿免反 另外 他当顿免反还可能 卡了AOE什么 另外他到一选的时候 另外他就是别的位置 当反贼也还可以 你要没有什么好的 五四这五样 人品五样 他到他倒是任何位置都能当反贼 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你就看着运气了 看你这一天服多少老奶奶过马路了 小宽章二八位反贼 三七位反贼的话 每张可以了 就看你有没有距离了 有没有距离 也是发酱油 二八位反贼肯定可以选 王毅这五样子 孙天局当反贼 没用 不要选 真的没用 不练师可以 不练师孙天局任何位置 当反贼都可以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刘表 刘表也不要选 没有 顿免反也没啥用 中会 中会也就跟邓爱是个顿免反 其他没啥用 其实顿免反也没啥意 还可以吧 顿免反有点杀什么的 寻优新出的 寻优怎么说呢 以后我专门做寻优专题再说吧 今天大概就说一下 寻优其实还是偏忠神 属性多一点反贼 因为反贼的话 你起手 你不可能把你的牌 直接打当AOE式吧 或者当什么式 你一手有点好人打 前击他还是拖节奏 就是前期比较偏白板 前期没啥技能 不太符合反贼的节奏 当中神比较好 中神就是你前期把牌打光 放AOE什么的 或者什么 就是你一下嘲讽来了 就给主攻发嘲讽 他当反贼 你前期不能那么乱打 乱打 还容易成为传电短板 以后再详细说吧 当然当反贼 也是可以选的 不能说不能选 我还是觉得当中神好一点 基本都说了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回头自己数一下 这种 比如说你真的出现5号位 这种无视距离的反贼 到底有多少 我是觉得比当爱可以选的 真的多很多 真的可以多很多 大家可以到时候自己数数 我已经基本上都说过了 就是能出现的 比如就你就想一下5号位 能当反贼的 这特别多 应该是都说完了 这些5号 想想还有没收到的 应该是没有了 基本上反贼就是这个思路 然后咱们再结合录像看一下吧 这局非常精彩 这局我个人觉得非常精彩 今天晚上我们打了 当时我出现这个位置 选将 可以选的 可以选的 刘善 家屈 作词 雕蝉 雕蝉 都可以选 雕蝉 肯定是普通雕蝉 当然好的 那肯定是雕蝉 雕蝉 雕蝉 其他就不要考虑了 根本不用考虑 而且我个人觉得 雕蝉比雕蝉好一点 当然 也不是那么 不一定那么说的 可能 雕蝉会比雕蝉略好一点 雕蝉说也就是略好一冰奖 选雕蝉也没有任何问题 反正要选 你肯定是这俩得选 我当时选雕蝉 本场的MVP 看看是谁 当然不是我 提前剧透一下 不是我 看下场 降面 我当时怎么想 我当时这么一扫 我就直接给这个标准一下 为什么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肯定是名法 你大家看看 这几个武将能当内奸的 也就是只有张和能当 要说真正能当内奸 也就只有张和能当内奸 其他的 其他的 真的真的不可能当内奸的 然后 而且张和 这感觉上 就一看 还是 还是这都该像内奸 这个是反对 其他的都不好说 其他这几个武将 全都是 神迹武将 都任何都 可能进入 留学偏中一点 大概这个样子 看一下 总会啥也没动 直接被乐了 二人固正 肯定没有问题 我顺了一下 这个 忽略师 怎么打 铁锁 铁锁 连曹丕 孙权 这个肯定没有任何问题了 大家可以看看 这盘曹丕 对 对孙权局的影响有多大 意义有多大 直接把孙权翻了 到我这个乐 我觉得乐贴谁 由于有章盒 肯定不能贴孙权 如果没有章盒 我肯定贴孙权了 不能瞎贴 当时我是考虑 我是感觉直觉上 这个 我当时直觉章盒 偏反 我也不敢瞎贴 然后这个乐 我也不能留在手里 有章盒 我想贴了一下 不练师让他不动 也可以 反正是不能贴章盒的后面 章盒后面你贴了 你 谁知道章盒是什么 谁也不知道 当时就只能贴不练师了 但是也没有杀他 看一下章盒吧 章盒这些跳反 章十二章 这个也 章十二章给固证 给这几个人固证 什么也说明不了 看看二章吧 二章一挂减一 就是反贼了 要不然 要不然他减一 应该是给兴权的 章权非常强啊 留鞋不练师 那章盒中会 看一下这盘 这盘打的 其实挺惊心动魄的 其实我觉得吧 他这个八卦针 应该自己装了 为什么 这个张合友加一 另外的话张合四血 他三血要再扛一点 肯定 当时他打 肯定打你二章 所以我感觉这个八卦针 还是二章自己装上比较好 你看 张合四血 比你二章要慢揍一点 那间把这距离下了 这都没什么问题啊 看看草屁 草屁决斗 虽然那是肯定不敢拼杀的 拼杀又给你翻进去 看他顺什么 顺狮子 刷刀啊 杀一刀 另外的话 他这个狮子啊 这个时候应该装上的 因为有张合 因为有张合可以移狮子 另外这个 他这个刀没必要 暂时没必要移 而且你这个狮子 就是你扔出来以后啊 这二章马上一会儿都被拔 都很有可能死 哪有机会再给你固证啊 再说你草屁一会儿还要输出 你哪有那么多排气 能让二章捡到这个狮子 我感觉这狮子是应该挂上的 反正驱虎打孙权啊 这也没有任何问题 我不用留闪 那个激活点不在我这儿 肯定是打二章啊 然后杀一刀草屁 继续杀草屁 把孙权翻了 必须把孙权翻了 这就是体现你草屁价值 你草屁存活的价值 就是 其实就是很多时候 就是这一场翻那么两三次就够了 死了也无所谓了 这个刀不能给他 这个刀给他 他要去杀二章的 这个刀是肯定不能给他的 拍了 拍出去 这都没有问题 那可以偷孙权 孙权不练尸 主要是限制下不练尸的槽 防止救援 这时候没得移了 把刀给二章 那他去砍孙权 这都没有问题 杀一刀孙权 孙权闪 嗯 开了一个南蛮 二章应该是有桃的吧 有桃的话把桃屁点起来 然后把那个刀鞋翻了 这就是体现你草屁价值的时候 这场的MVP是桃屁啊 剧透了 嗯 我肯定是卖血 给那个二章补两张牌 这寒冰件给我也没有问题 我顺利一下 这翻面 你看 就是桃屁这翻面 限制太大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刘鞋和孙权这个回合启动了是什么一个效果 打算继续翻孙权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 我肯定给他张博 刘鞋批 看还有桃吗 可以考虑把布链尸翻了 不翻布链尸就是翻流鞋反正 翻流鞋也可以 给草屁乐着 你看这狮子还是装不上 就给我拆布链尸啊 就拆他的桃啊 如果他有桃 放着他救援吧 然后去拼这个 输赢都可以啊 如果输了的话 我就喝酒 给那个 给自己补三张啊 嗯 然后 新权又救一下 刚才 刚才这一下就是求逃 求到布链尸这 布链尸明显是没逃 没有救援的 他不应该去偷布链尸了 他应该去偷流鞋和新权啊 因为刚才明显是我屈虎到布链尸这 已经他已经没逃了 去偷流鞋是对的 然后看一下二张 看一下二张这个 有什么动作 下一道孙权 继续赏 看一下刘鞋啊 刘鞋这个时候他要收反没人头 他怎么收啊 其实我个人感觉啊 他应该把这个盘啊 给布链尸 无论是去拼 逃批还是拼 我都可以啊 就是 如果是输了 如果输了 赶紧把这个牌追给孙权 然后今天回一血 如果是赢了 那自然收了反应 那就更好了 你给孙权的话 你去拼 你说你要拼输了 怎么办 结果是个大K 直接把孙权顶了回去 孙权就死了 其实他这个牌 给布链尸会好一点 布链尸就是输赢都可以啊 如果输了 布链尸就死了嘛 死了就追给孙权的 还是能打的 当然反贼基本上优势还挺大 因为孙权又被翻面了 优势说孙权 就除了第一轮以后 就没有动过 被翻面了三轮 大家可以看到 淘批反贼 对孙权的限制有多大 就是你看反贼选量 都比较合理 这盘还是反贼输出 并不是很强 张和也没有输出 基本上就二张和徐域的输出 反贼选量比较合理 然后就赢下来了 本场比赛MVP肯定是逃批了 反而其他反贼也是 也是贡献很大 你再看一看这盘 这盘也是今天打的 这盘的主视角叫 那个补替下观想 也是我们经常一起玩的朋友 他当时这些选将的话 你这 就是这里面没有任何 就左辞啊 如果你要非选到 就是左辞啊 看他当时怎么选的 袁绍 对 袁绍肯定可以选 他可能不爱玩袁绍 他就用幻将桃 那剩下这些就换出来只能选庞统 庞统肯定好 务实距离 这场比赛的MVP是庞统 可以看一下庞统的精彩 这场比赛我认为非常精彩 这庞统打的非常非常精彩 就是特别精彩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盘可以比大家说 中神特别特别强啊 而且反贼上来就减圆了 你先标下身上 用这些标那边 但这个位置不用想啊 这个是个反围 二号位卢速基本上非常非常天忠的 现在这几个不好说 你反围就是你选价一定要合理 你说你在这儿 你非要选个徐晃 或者刚才那里面什么SV赵鱼 你说你坑不坑 有有旁统好使吗 一定要动稿子 这个主红杉盲军的敌文杉 没有任何问题 我是特别不喜欢你八号位选的这种武将 这么嘲讽 又这么明反 出来就让人当成靶子一顿揍 主红这个裸奔就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二号位卢速还是非常不尊重的 可以考虑把刁调查人的撸了 没有任何问题 杀一下下甲 这也没什么问题 这周龙即使是内奸也要控卢速了 因为马上就有一个反的要死了 先看无中肯定是 节奏如素 我才把那个连组拆掉 那个连组一定要拆了 然后铁锁连他俩 当时他这个连的 我是觉得不应该去连元术 当时元术是我玩的 因为元术没有身份倾向 当然也不能去连寻域和寻优 都没有身份倾向 当时我是觉得他这个铁锁 应该连上这个貂蝉 连上貂蝉以后就直接收了 因为这貂蝉不可能活下去了 这后马还有忠臣呢 也没什么意义了 就是他直接连上 然后直接就把这个貂蝉收了 是最好 而且你一旦在铁锁上 忠臣去杀的话 还是有故节的 只要是只有属性杀的话 而且你去连元术 你这就很有可能 就是 嗯 他然后他把自己连上 这个也没有问题 看一下寻域吧 寻域是那个忠臣啊 那忠臣就非常强了 你之前带着鲁锁和寻域啊 这就不用说 而且反雷直接就减完了 然后屈虎 你猜要卖血啊 给星球员补拍 没有任何问题啊 看一下寻域吧 寻域真的是前提 当反雷的话 前提有点天白宝 不可能前提 你无脑把牌都用出去 你这就不合适了吧 顺距离 顺距离杀鲁锁 有杀吗 杀防筒 可以都连着的吗 可以顺距勒住 然后对卢素使用决斗 决斗 然后那个什么 就决斗失败了 这还是挺强的 可以双杀 当时我把这个盾拆了 把那个孙权和卢布连上没有杀了 当时 把卢素勒住就可以了 当时是没有杀的 我们做也中乐了 看一下柱绒 用开给拿麻 这时候对 这时候你就不要出杀 一会儿你很可能就摸不到杀了 你旁统 你旁统对吧 你旁统这种武器 你就是要输出 你选这种武器就是要输出的 你就不要怕掉血 千万不要手剑 把杀出了 一会儿很可能就没杀了 当时我时候也是没杀的 要有杀 我肯定就杀孙权了 这个柱绒肯定是没有杀的 他要是有杀的话 他肯定先杀卢素再放弹麻 因为放弹麻群绿复卫补牌的 他是要控卢素的 大家可以看到 把自己和群绿连起来让火攻 当时如果你把这张杀出了 你就没有没有这个精彩的表演了 鼓攻自己灭盘 求爆发 这轮爆发就是一招牌都没有 没有浪费 吃桃 然后决斗 决斗卢素 出现 看还有桃 然后这个借刀 把那个刀借过来 还继续杀卢素 就是 庞总这一轮打得非常非常的精彩 通过自己的火攻自己 然后求涅槃 求第二轮小爆发 直接就是耗掉了主攻方 主攻方大概三个桃 三个桃 还是两个桃 然后还有一个武器 就把主攻方的防御牌基本全 那个消耗掉了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群运 群运运气非常好 摸到一个鼓动刀 直接把这群优给砍死了 然后这现在局面还是主中 主中优 就是刚才庞总的那轮表现 非常非常精彩的 就是你去核实位置 选出核实的反对非常好了 然后我当时放了一个万键 就肯定要把这个卢素打死的 这个卢素不能不死 当时我放万键的时候 我是看到场上有毒条 当时我手里是有距离 有铁锁 有有有有属性杀的 然后放万键是想把外面的无限骗子 结果没有骗子 这个无限是 这个无限是在寻遇的手里 结果没有骗子 如果有骗子 我直接就可以把它带走 我当时是有距离的 直接如果把庞总和孙权连起来 直接杀庞总就带走了 好 这个也没办法 然后让孙权缓了一轮了 直接杀我 卸了一杀一伞 孙权手里应该剩一张伞 不是伞就是九啊 看看这个祝融吧 祝融杀也没够啊 这南蛮也没不敢放 南蛮放主公死了 这个庞总运气非常好 又摸到一个南蛮 一张杀了 主公收了一个九了 一个桃救了一下 主公一手应该是张傻 庞总 庞总就是 你看庞总 这场本场表现 你就是没有浪费一张牌 全部打出去了 全部起到了关键座 没有浪费一张牌 就是非常精彩的表现 今天就是全是这种 合适为这合适反对 让他们看 看一下 看这盘 啊 这盘是我玩的 看一下 二号位反对 二号位反对 这里面可以选的 马超 黄盖 在独菜 姜维 浮完都很好 当然最好的就是姜维啊 其次是浮完了 然后剩下就是这几个 就肯定是这两个里选了 那肯定是最好选最好的 我肯定 而且是我最爱玩的姜维啊 看一下场上姜面 这张成马表偏反 这金色偏中内啊 其他的不大好说 其他的不大好说 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二号位反贼的作用 你选姜维 看一下主攻 主攻上来这个加一个弹头啊 我说一个连弩一个胜手就给卡住了 我跟大家说一下 二号位 你有决斗 你选的四学五将啊 比如说你选的黄中 你没杀 你就是手里没杀 你有决斗 你也要勇敢的去决斗 孙前都要怂了 为什么 你哪怕掉血 你换你 你反贼就是要前期几伙 孙前 你反贼 你前 你二号位选的四学反贼 目的干什么 就是要换孙前 你哪怕掉血 换孙前一张杀 你都是赚的 绝对是赚的 所以不要怂了 什么时候都不要怂了 当时我是特别特别想把孙前 给加一码拆掉 难完我当时就开了 我是想 我是我是想把外面无限骗出来 先挑衅 这个肯定是 不要怂了 有杀没杀 你也要挑衅 你选二号位 江维的目的是干什么的 你要明白 就是持续不停的骚扰孙前 不要怂了 你怂了你选二号位江维干什么 我手里没有任何一张 没有闪 没有防御 但是还是要挑衅 先决斗 我是始终想把外面的无限骗出来 结果这个无限 从前是hold得住 就是没有骗出来 难道甚至就是只能顺了一下 顺着让乐 贴孙权 其他可能下乐 要乐估计也就是乐孙策 但乐孙策没啥意义 我当时不想把这牌留住 就直接杀掉到布列师 就空城了 看一下布列师吧 布列师直接把孙策录给佐斯 由于当时我 我先挑衅 然后再放南蛮 那佐斯并没有反馈我 给佐斯也是偏反的 看看佐斯是不是反的 就是要持续不停地对孙权进行压制 速推孙权是最好的结构 还是冠师傅直接贴索 大家可以看看 就是我今天带来几条圈 可能都是这样的 所以你反对在每一个位置 知道自己该选什么样的无将 找好自己的定位 看看刘邪的刘邪身份非常重要 刘邪可能觉得孙权贝勒 直接就是把牌给了这个名中孙策 这个这么远的一个孙策肯定是忠臣 这个铁定无疑的 看这个王毅应该是忠臣 下一道佐斯 这个佐斯用那个鬼牌 是想保证孙权过不了这个乐 无限 现在拿杀了 可能有闪 没有杀 他就拿一张杀 可能是一会儿怕中了乐 没有杀 然后就是跑巧克力 加一马 开五五肯定是好啊 开五五 然后主动先拿牌 然后还破了觉醒 这个没有问题 王毅孙权拿了杀了 所以这个南蛮是可以放的 看有没有桃了 有桃 当时孙策把这个无限给扔了 我就理解不了啊 我是以为他手里应该有无限的 为什么把这个无限给扔了 看一下啊 杀这个 他说是一张名闪 物不拿名闪 就拆了 这肯定拆乐 当时我不理解这个孙策 为什么把无限扔了 孙权明明被乐 他把无限给扔了 我只能不拦吧 我不知道他手里是什么牌 这个鬼牌直接给赶了 张忠华火攻啊 然后没有距离 就过了 这加一马 其实张忠华可以挂的 之前很可能留了一辆沙 我肯定小心他 出闪 不要不要无脑去 这个不见识胜易血了 所以我这个桃还是给留着 那个孙策是留的桃子 看看孙策手里那张牌是什么牌 他拆的符 可以三沙的 孙策手里不是桃子 是这张什么牌 我想看看孙策这张什么牌 留了张9 他可能广想自己觉醒了 留了1.9为桃 其实应该是留桃和无限的 可能还能打一打 这牌其实主要看一下 二号位将为的作用 这牌是那牌 再看一盘 这牌是很早以前玩的 然后也是看一下 这牌可以看一下反贼输出的极致 就让你看看反贼 什么叫输出的极致 我六号位反贼 六号位反贼可以选到这里 张和不脸上肯定是这两个 想都不用想 张和不脸是随便选 就哪个都行 当时我选的张和 大家这个场上选项一翻出来 这个是不是直接可以标内间了 好像想都不用想了 这牌图像应该是前一阵子玩的 然后看一下 我说将牌还是比较凶残的 除了这个那边 龙手还只好没有问题 只好五两杀放个南蛮 这都没有任何问题 这牌可以看一看输出的极致 然后肯定是出杀的 拆雕杉 拆雕杉也行 拆张和也行 都可以啊 那天直接闪电控场了 上来就闪电控场了 看留鞋吧 留鞋跳反 跳反的话 其实他的牌子到 不一定能给谁啊 因为真的不太好看 其他人身份都不太明显 这个刁蝉也跳反了 成功也是反对啊 也就是说 大家可以看一下 除了我一个控场以外 这三个反对就不多说了 刘鞋 刁蝉 成功 全是超级输出啊 都是 就是什么各种N刀流选手啊 可以看将输出进行到极致是什么样的 明测 那我肯定要偷了 我这个时候 我没必要装啊 装没用 装 没有任何收益啊 就别偷了 就从香香和那个宋传 好不客气 直接把这个耳杂可乐的把闪电拆了啊 因为我们反对明显是优势嘛 何必要闪电呢 就肯定是不让他出来的 然后香香直接铁锁 别在身边没做 铁锁全连上了 幸好把闪电拆了 这闪电一定要拆 不拆闪电 这家伙的店家还能受得了吗 那天直接打了反而四续 谁要拍给我 拼孙权 拼香香 拼耳杂都可以啊 谁都可以了 可能现在先集会 香香二章会好一点 他就一张闪 不妨九杀 结果被九杀了 因为刚才那个 貂蚕的距离是明的嘛 是成功名测的那个杖八嘛 铁锁杀他没有杀了 就是把那个杖八给成功 让成功杀了 这就是输出极致啊 大家可以看到没 这个打出了多少点输出 从流邪到成功 从流邪到成功 打出了多少点输出 我就不说了 这输出极致啊 直接打死一个忠臣 然后下一轮就可以再把下一个忠臣打死 没有任何悬念的 我这个杖八肯定要藏起来 乐流邪 十孙权 输出的极致就是完爆主中方案 全选这选架都没有任何问题吗 伸手牌 没有杀断杀八个技能 然后天心又添路了 看看什么牌吧 给貂蝉给我都行 关键是看他手牌什么质量了 这个自己决定就可以了 然后拼孙权 而且由于想象没有牌吗 是 真的反对太暴力了 各种暴力啊 直接 直接那个吴氏奶妈 就是把那个 把二张和孙权强推死 这是 大家可以看吧 就是 这输出真的打出了极致了 就是打的 我感觉这牌 我是当时觉得特别华丽啊 就打的特别完美 特别 就是输出的极致啊 直接偷啊 偷完了挂几刀啊 抢人头啊 抢人头 八个技能啊 然后人头是我的 大家可以看看 从头到底打出多少点输出 太华丽了 就是 就是 就是要这么打 嗯 就接着看 这盘是我 这盘是我去打的路人啊 我每天 用那个甜心的号 去打的路人啊 这盘全是路人局啊 那个 我是那个六号的反贼啊 二位反贼 可以选的 呃 袁绍泰斯 领统啊 要过我肯定选输出啊 呃 路人局 我一般不太爱选袁绍 袁绍 你选反贼 那个反贼不配合你 另外他也不相信 他不懂得配合你 我就选泰斯 还是看一下输出嘛 怎么 就是怎么输出 怎么来 由于是路人局啊 当时这选招 我看 这比较像反贼 这个也比较像反贼 呃 然后 人当忠诚 二张 香香 张良 不太勉强可以了 大概这样吧 看看是不是吧 可能是路人局 我们看个万件上 没啥问题 结果这个 这个国家是个忠诚 看看有没有用啊 这种肯定又该去揍这个离婚离婚离婚了 哎呀 这手法好了 有闪有无限 离婚离婚上来又是被一顿暴揍啊 嗯 国家吧 国家的大忠诚 杀到乌克塔 哎呦我的天 你这九杀国家 你这 然后国家还闪 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跳法 这个 首先 你九杀国家就够搞笑了 然后国家还不卖 你国家这么好的卖四排金还不卖 不过他 他不卖倒可以吧 反正他觉得可能离婚离婚 比较像反贼 反正这你九杀没必要啊 哎呦 这二张干嘛呀 你有斧子 你不自己挂起斧子杀一刀 可能他没杀吧 如果他要有杀 我觉得他应该挂起斧子杀一刀 不要那种延迟性的 然后香香就把刀借走 香香就把 这样的话就我们四个是反贼啊 反贼基本上选了也没什么问题啊 我当时没动啊 我我我当时为什么没动 因为我知道后面这两个都是忠诚 了这个礼光毯是个那一天 忠诚不会选了这个 让他没动 然后想让这个张导去搞这个礼光毯 反正他去偷掉礼光毯 另外的话 我还要说一下 你爸爸也不要选这种 这种当 anni千 你选这种当竟 你不是κ9人的 weddings 真主要是斧你 你时候你咋说 你说类神 你非想着这个让人一顿揍好吗 然后杀了一刀 我当时想 我当时是想着一下 我是不是应该拼一下 拼一下二张 然后他就会这一刀回去砍这个 调查 不过太偷了一下 调查来也就行了 值了 你看你八号又想着这个 当那间好吗 你还不你选个离婚禅 不是离间禅在这个位置 当那间多好啊 非要去选这个图案 这九杀 够凶散 有补义 你这选个一间 看多好控场 有没有淘 淘收了 让国家收就收吧 国家收了也没什么用 还得齐牌了 有个男男开始 我肯定不出杀的 我现在是要秒主的结构 我太尔茨 对吧 这个时候是千万不能出杀的 他还放了桃源 如果要出杀就更亏了 就是他不放桃源 为什么不会出杀的 我的杀是用来杀主的 我用我的血换行权的血的 这点大家一定要明白 明白你反贼的根本目的在哪 香香和二张一顿配合 鼓掌 拿这个大Q 大Q去拼这个雕杀 这就双杀 你看刚才出杀 你不就没有双杀了吗 然后这雕杀的 孙天又都能动 这不就危险了吗 那二张牌不就没了吗 你说你那一样何苦呢 选这个 让还被一顿揍 你选出这种输出武将 这杀一定要留着 你们拿完就不要出杀了 你出杀哪还能摸到杀 你以为那么好摸杀吗 就是靠输出吗 不靠输出怎么赢 杀到国家卖血 这国家中有啥用 我香香乐就是正确的 可能要乐的 不过有诬陷的应该 我的天哪 你说你二张 你杀他干嘛呀 你这 你这要杀不死 这就出来麻烦了吗 你说你不杀 直接一会儿瞄主就可以了 你打理他干什么 结果他还愣给人家瞄了 这这这这太虎了 大家瞅瞅一刀有糖吗 就死了 就是这么砍就砍死了 就是反对选战也没有任何问题 当时太史词 也是完成自己的任务 就是四刀砍上去了 看不看 这排 这排也是挺早以前玩的 孙权主 我就丝毫被反贼 就好了 肯定成功 你不用想了 之前 刚才那会儿 我讲的一个反贼选战 已经哪些优先选 大家都明白就行了 这优先选 肯定成功 我想都不用想了 看下选项 不好说 寻测 对面反过那边吧 真不好说 可能看起来真的不好说 这条的酱面 还真的不太好说 先先挂一刀 看着南蛮 我出杀了 看巡运 巡运没给孙权补 其实也不太好说 一张牌 你说就买不太好说 当然孙权可能觉得 他就是反了 决斗 他先试试 看他给补 还是补不给补 那就是反贼了 看二张二张也看反了 二号位 二号位选三 这边当反没不太好 下一刀孙权 给巡运弄了一套神装 看看貂蚕是什么 貂蚕是忠诚 这个我一定要救啊 结果给我贴了个乐 我这悲剧的 能不能 人品比较好 天度天度天度 桃园必须卡 那个谁已经一血了 巡运已经一血了 让巡运想回忆学者 另外的话 这左慈和孙杀 也还挺像反对的 让他们回忆学 也没什么坏处 这家伙裸一 这些盲剧鲁素 是个内奸吧 我看他这 这直接挂起 距离没杀貂蚕 这肯定是个内奸啊 你想都不用想了 有慈雄不杀 貂蚕是盲局下家 也没杀我 这肯定是个内奸啊 看卢素吧 卢素是反贼 是内奸还是忠诚 应该身杀是内奸 一会看看吧 然后这个屈虎 有没有问题啊 这盘反正要选的都很好啊 可能二张不太好 贴卢雷三血碎饼 当然也有 怎么说呢 还是输出嘛 循运要成功负责输出 然后卢素的嘲讽 又在那摆了 就冠师傅 主子下了 给我个账八 这个没有问题啊 账八我要去砍孙权的 就是推主的这个节奏嘛 我账八要被下了 下二张 但是离间二张和卢素 对 开吴忠 当然是拿手牌 我说防止他 那个卢一啊 把那个 把那个卢素给弄死 那可不行啊 接锁连上 把这大点给那个 给那个寻语 一会让他可以去骨也行 扔个也行 就是让二张固扔也行 怎么都行啊 一定要输出啊 不要贪那个加一 说给卢素啊 你就就输出啊 就给出就是你选 反正你选择成功嘛 就是输出用的嘛 你要不然干嘛 还是可以录的 可以把我和那个 孙权的牌 换 啊不对 他那个可以换二张的 二张 二张是一两手牌 嗯 屈虎可以屈虎 屈虎二张 扔孙权 我没有问题啊 就是这是不停的输出吗 还有桃吗 救起来 嗯 把那加一扔出来 用个二张吧 那张加一正好是我给寻语的 这铁锁是干嘛 哦 我知道他收集身权属性杀 是吧 不是 虽然不用杀 三杀了 看有没有 他把鲁锁救起来 鲁锁自己又逃了 开悟无泄掉了 不拿逃 我也拿逃了 我怕鲁锁死了 一会儿离间 不拿逃一会儿 那个离间 那个鲁锁死了 不能让孙权收牌了 这个这个 这个有利啊 这鲁锁 就叫他逃救起来 顺权自己有酒啊 自救 鲁锁让他收了就可以了 让二张收了就可以了 火攻看能不能带有雕权 雕权还有个酒啊 很给力啊 还没有黑桃 杀一刀 杀一刀 来离间一下 很脆的 先杀雕权吧 先杀雕权 因为如果雕权有桃的话 先把刀雕权的桃清了 再去名测 继续把那个 K给出去啊 一会儿还是可以去活动啊 那个大K点 就是你这根本挡不住输出的 你看这成功选 来这不停的输出到群域这 就是 反正就各种配合 各种输出啊 就是 就各种暴力啊 再看一盘吧 最后一盘吧 这盘我是六孩位粉的啊 这里面最好的肯定二张啊 没有输出 由于输出肯定首选 但是这里面没有输出 那你就选那种辅助 辅助辅助墙的 个人能力强的辅助墙的 那就肯定是二张了 假如说有二张泰尔茨 选泰尔茨就就会比二张好 看一下匠面 二号位灵统 偏反 二位国家 八号位国家肯定反正 不是反正就那边 由于这个祝融出现在这 祝融肯定是那边的 所以直接就可以把灵统的国家 标反了 灵统国家标反 然后剩下去 徐树偏中 七号位徐树偏中 剩下 还差一个忠诚在流血和布链诗里 有一个 反正的话 他俩都都可以啊 基本上这么一个情况 从我视角里看出来的 因为这灵统和国家这两个 就不可能当忠诚 在这个二八位出现 你就是反正 这龙家一直接可以灵统旋风 就旋风叫了 直接我剪上了 看一下 这个必须闪了 有有有有猎刃啊 看一下不练 不是那个流血是中啊 这么看来的话 不练是应该是法 不练是法 直接都给我装出来 那都给我扔出来 我就开始开始分配装备啊 二张一定要时时刻记得给自己挂一个刀啊 你自己要输出孙权的 我 你不能 你不能说就是为了贪图牌 你把这个都给出去啊 我自己挂个刀 我可以时时刻对孙权进行输出 腾甲给内奸就可以了 然后决斗流血杀孙权 我顺一下卖个萌 啊 当时 哎 当时我这个问题 哎 当时我这个还是有问题的 我现在看到了 应该还是有问题 我这有个借刀啊 我应该把这个刀给灵桶 然后再把这个刀借过来 然后他旋风旋风掉 决斗两张牌 我再把刀挂上再杀 对对对 我现在想想 这是这是有个问题 所以我后来把这个借刀又留下了 对对对 这是这是我我打的一个问题啊 这个怪气 简易和联组直接突突啊 然后给我贴了个乐 十手牌的新权啊 火攻打孙权没有问题啊 杀一刀孙权 有乐吗 没有乐 这个哎呀 这个这个对 大家记住啊 不要无脑故障啊 不要无脑故障啊 他呃 国家扔出来一个南蛮入侵 这场上有注农 孙权这么多牌启动 找顺手 找顺手的可能性非常大 如果如果一旦这个南蛮被孙权顺走 反面面临就是崩坛的形势啊 那个南蛮不要无脑故障 大家看到没 孙权就就是找到顺手 这是这是一个南蛮 假如说那个南蛮故障 你要真的被孙权再顺走 这麻烦事就大了 八号位国家就有点延迟啊 慢血 不要无脑故障啊 拆了把我操拆了 还好如果有赏 很悬的 今天这波还是挺犀利的 看一下领统啊 决斗留邪没有问题 可以旋风一下 孙权倦一下了 加孙权手牌 对 然后把那个桃子顶上去我拿张赏 因为我被乐了 让红桃好好的拍出来 肯定本费要救了 就给了我一张杀 怕那个猪龙放在马 结果猪龙没有放在马 他没有放他可能怕刘鞋死了 他想让刘鞋再动一轮 拼我啊 幸好 然后我留个大Q 这个大Q不就是刚才我说 应该用掉那个借刀吗 还好啊 这个大Q留下 然后宝乐拆了 开55 这很好啊 许素拿不了爬 把桃子抢了 能弄抢装备 就先拿一张闪 把那张闪给它故障回来 然后这个时候就分配装备了 就反正各种分配装备就可以了 分配完装备再出爬 直接杀孙权了 就不要不要管虚书了 但是留了一桃一酒啊 还是怕国家死了 国家因为疫学了 把闪链拆了 把闪链拆了 因为主中反贼还是有点优势 把闪链拆了得了 省得出麻烦了 当然国家还有兵啊 这很好 把大Q给它 我还能防止拼甲的 我拿个账疤 而且我拿账疤的话 一会我断杀的话 我可以挂张巴去赏 扔了这么多爬 把桃给它顶了回去啊 当时 因为我觉得让他存在还比较安全 他有加一嘛 这个就不顾正了 然后密照 完了完了 这要被猎刃了 没有赏 这不就比较悲剧了 把桃子扔了吧 省得桃子被猎刃走 这被猎刃太郁闷了 如果怎么感觉 零总好像两个桃子 只有路走一个桃子 继续发装备啊 我这有联络啊 直接就可以把徐树带走了 先杀孙权 看看有没有桃 他们有没有桃把 孙权救起来 不用杀叙述了 直接孙权就被九杀带走了 你看就是你国家 大家可以看到没 国家是标凤武将 但是你出现的28位就非常非常好 就充分地发挥作用 其实啊 做了这么多盘反贼的录像啊 我看看今天基本上 应该反贼录像都做完了 大家可以看到你反贼合理选将 是什么样子 啊 反面反面交代我就不做了 以前也做过 你说哎那太多了 你你说你弄个什么 原主赵云反董卓反什么的 有啥用啊 没什么意义啊 你还不如选一些 你选个夏侯渊多好啊 对吧 原主夏侯渊高顺这种 就特别好 然后二号位的话那些就是 你选个选个关羽 挺好的嘛 挺好的 关于马超都都挺好的 刘沙就是始终看足够 所以呢 就是反贼 你要看好位置 合理的选好 选好武将 这样就 就特别容易赢了 大家记住这个孙权恩局 反贼的一个主权利就是速推秒主 其实很多人也都知道 所以说 但是你选将的时候 为什么一定还要去选那些拖慢节奏 明明不利于反贼去速推主的一些武将 对不对 啊 首选就是那些能速推秒主的武将 其次就是那些 呃 那个那个就是高能力的辅助武将 他由于高能力可以就是通过控制手牌啊 什么的 辅助队友造成额外的输出 然后 总之啊 就是这一类武将 然后就是最终获得胜利呢 然后那个啊 今天视频就做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收看 然后五一会给大家那个 多更新几期啊 时间吧 这种新几期 嗯 今天 今天视频就做到这 嗯 拜拜 下次节目再见